哈囉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 是一個Hair Tutorial 我今天想要來教你們如何用電捲棒捲出我今天的頭髮的這個造型 那在我之前的一些影片裡面呢 有一些人留言說 希望我可以做一個捲髮教學 所以我今天想說來錄這個影片 稍微示範一下我平常是怎麼樣子捲出這樣子的頭髮的 今天的這個教學呢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因為呢 我平常不會在頭髮上面放任何的產品 所以不管是隔熱的或是定型噴霧或是蓬蓬粉那些 我通通不會用 所以我今天呢 會以最簡單然後最快速的方法 來教你們怎麼捲出這樣子的頭髮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通常我洗完頭髮之後呢 我會用毛巾包住大概15到20分鐘 讓那個毛巾把我的頭髮的多餘的水分先吸收掉 這樣子的話可以減少我之後吹頭髮用高溫的這個時間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不傷到頭髮 吹完頭髮之後呢 我會先去化妝 因為我覺得如果吹完頭髮馬上去用電捲棒的話 這樣子頭髮接觸高溫的時間有一點太長了 等到頭髮降溫之後呢 再去上捲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有光澤 先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電捲棒 我電捲棒是這個日本的牌子 它叫做aspiration 然後呢 我買的是25mm的 然後它是這個家常版的 這個電捲棒是我在日本的那個Donkey Hotel買的 然後我記得當時的價錢非常的便宜 大概就是三四千日幣左右吧 然後另外一個好處呢 就是這個電捲棒 它是100到200式的電壓的 所以其實帶出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現在已經加熱到180度了 平常很多人會先把頭髮這樣子綁起來 分一段一段的這樣子夾 可是我個人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直接從後面把頭髮分一半 然後把左邊跟右邊就是均勻的分配一下 然後我就會先拿這個電捲棒把我的髮尾開始夾彎 所以我會先就是隨便抓一撮 然後這樣子夾 然後放下來 夾了之後往內捲 然後放下來的時候要小心不要馬上去碰它 不然會很燙 這樣子髮尾呢差不多都有一點點彎度了 然後接下來呢我就要來上捲了 從頭頂這邊 隨便抓一撮頭髮 然後這樣子拉出來 然後我會夾了 把頭髮這樣子夾好 然後因為剛剛已經捲了 髮尾了 所以不一定要把它夾到最底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慢慢的往上繞 方向的話就是往外面捲 然後大概停留個五秒鐘 然後慢慢的一圈一圈放開 放開之後呢再把夾子鬆掉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看到它有這樣子很明顯的這個捲度了 再抓下一撮 然後一樣把它拉到快要 快要尾端 往上捲 方向一樣是往外 然後慢慢的放開 再把夾子鬆掉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它是 稍微往下捲的這種捲度 有時候我會先把頭髮用手 稍微把它梳順了之後呢再夾 這樣子夾出來的捲度會比較好看 我抓每一撮頭髮的時候呢 我沒有什麼固定的順序 我就是看我想要捲哪裡我就抓一撮 這樣子 比較隨性一點 然後我會把就是捲過的頭髮呢 往後這樣子丟 然後呢繼續 捲頭髮的時候真的要特別小心 我之前去曼谷的時候呢 不小心整隻手握在那個電捲棒上面 然後呢就長水泡了 後面這裡還有一撮 也可以順便抓一些剛剛有捲過的頭髮 再捲第二次也沒有什麼關係 這裡的頭髮幾乎都捲完了 然後換另外一邊 先抓一撮頭髮 從頭頂抓 把這個夾到快要髮尾的地方 然後往外捲 停留個五秒鐘 慢慢的一圈一圈放下來再鬆開 我每一次抓的量呢 當然都不可能一樣多 如果我抓的稍微多一點的話 我可能停留的時間會比較長 到脖子這裡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檢查一下有沒有 還沒夾到的地方 或是調整一下 像這裡可能夾得不夠捲 我就會再稍微捲第二次 把所有的頭髮全部夾捲之後呢 現在呢就是看起來還OK 可是呢我覺得看起來有一點點 讓我的頭髮往下垂的感覺 然後這上面呢有一點點塌 然後我想要就是稍微調整一下這個型 那我先給你們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現在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不過呢因為剛剛我是這樣一撮一撮抓著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說 我到底剛剛抓了哪一撮 然後是怎麼樣子捲的 所以它那個分界線呢就會非常的明顯 像這樣子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得到這一撮呢 跟這一撮就是很明顯的是 分開兩次夾的 那我現在要做的呢就是要把兩個當中的這個銜接處呢 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我就會抓兩撮中間的頭髮 然後呢 我會稍微把它拉高一點 這樣那個捲度可以再往上 然後我就再重新捲一次這一個 這一撮頭髮 這樣子 然後呢 往上拉 這樣子的話就看起來不會說上面很直 下面很捲 視覺上才不會感覺好像下面很重的感覺 我現在看不到我的後面 不過如果我有鏡子的話 我通常會可以看得到後面的哪一些頭髮需要調整 那我現在看不到的話 我就是直接這樣隨便抓一撮 然後呢 抓出來 然後直接 再捲一次 這樣子 拿中間的頭髮 把那個銜接處就是 弄得沒有那麼明顯 另外一邊也是 你可以看得到剛剛是這樣子一撮 然後呢 這裡又有一撮 所以我會把中間這裡抓一撮出來 這樣子捲的話 稍微會讓頭髮看起來比較有層次一點 又燙到手了 現在變得好紅 上次是燙到這幾隻手指 現在脫皮了 今天是燙到左手 所以如果你們要用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不要像我這樣一直燙到手 我剛剛冰敷了大概 十五二十分鐘 不知道會不會起水泡 but anyways 我們現在繼續把頭髮弄完 我平常捲的時候 後面會有一個鏡子 我就可以看到說 我應該要抓哪一撮頭髮出來 我的頭髮呢 很容易定型 可是呢 像是如果過了大概半小時 一小時之後呢 那個捲度就會沒有像剛剛那麼捲了 好 接下來呢 我要來 稍微捲一下我的瀏海 瀏海的話 我會 把這個短的跟長的 都抓一點點 然後呢 我會往外捲 可是我會這樣子 不停留的慢慢把它 這樣子往下拉就好了 然後 稍微的把它抓一下 這樣子 另外一邊的瀏海也是一樣 稍微多抓一點 我就會直接這樣子慢慢的 這樣子給它一個弧度 然後不停留 直接這樣子捲下來 這樣子的話 這個捲度 是這樣子 就看起來有一波一波的這種感覺 頭頂的這裡 把電捲棒往上拉 這樣可以讓頭髮 頭頂比較膨 把電捲棒關起來 好那現在呢 這樣子就完成了 現在稍微可能看起來 有一點點不自然 因為看起來有點太捲了 我通常就會這樣子捲完之後 就不管它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呢 它就會慢慢的 越來越自然了 然後如果真的想要 再自然一點的話 我就會稍微就是 把它剝開 所以我通常頭髮就是 會先這樣子 讓它維持 然後呢 我就會直接 這樣子出門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這個 非常非常簡單的 捲頭髮的一個教學 那希望你們喜歡 今天的這支影片 然後呢 一定要小心 用電捲棒 不要像我一樣 現在已經被燙傷了 好那希望今天的這支影片 對你們有幫助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就不要忘了 在下面幫我like 然後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個video見吧 掰掰